玩具TV第十二季,第四集 這個是我對於剛才的MB的感受 不過現在就要介紹另外一隻東西 HILL 嘩,好金啊 好,那究竟這隻東西行不行呢? 其實我剛才真的立了一立 看一看盒面 MATAL ROBOT ONE 今次除著這個命運,除著這個突擊自由 還有沒有? Infinity Justice 可不可以是騎士高達嗎? 沒什麼高達,因為我只是玩的 還有巴巴托斯 終於到這個曉了 其實曉也算是高達 本身大家都有看的話 不死男 不死男 之後的座駕 之前都是給卡嘉年用的 基於本身其實你問我 Seat裡面卡嘉年都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是對於駕駛MS的技術來說 是比較削的 所以他老爸跟他量身訂做了一部MS 354的機 真的量身訂做 又有PS桑甲 又有反擊光 是 那個叫八指鏡 八指鏡系統 基本上造價 我相信絕對比命運 或者突擊自由更加高 亦都是全套東西裡面 防禦力接近無敵的機體 雖然這個 他是不是怕實彈的? 他實彈也不怕 實彈也不怕 他有PS桑甲 你不要以為他無敵 非了真是針對他的關節 和他削銀棍 所以真的要看回駕駛者 所以當他轉了這個不知火裝備之後 進入木拉布拉家用 就真的無敵了 但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他澳報這個國家這麼陰實 說自己中立國不斷出高達 重要的什麼迷網系列 他不斷出高達 不斷供給別人的國家 根本就是武器供應商 而且是最頂級的那隻 那很明顯有下一隻 下一隻的意思是 改個背包米 哦 不知火當然 所以怎樣都好 究竟我今次的命運如何 我去開這邊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Match Roboman 的盒子 因為他的尺寸和 他砌的稿子 是那個巨型 好金啊 啊 本身那個電鍍金色 我自己就收貨 確實是漂亮 那 都不斷看一看 那個座 大大隻字寫著大袖 那你下一盒 完全再跟多一次這個主體 再給你一個不知火的背包 不知道玩什麼 不知火沒有 你自己叫他 不斷看我 我真是 我喜歡 我喜歡 好 那看一看這東西 未上這個大袖之前 的不知火主體 咦 我背部的粒花了 我時覺得 如果買這些電鍍的 真的很考慮運氣 對上這種電鍍的產品是哪一隻 最記得就是 可動志士 白色 下場 那下場極慘 那隻是哪裏 是龜裂 裂還是怎樣 不是 它完全是極速氧化 全隻氧化 變成黑色 那隻是Main China 這隻 這隻也Main China 這隻 那這隻真的要等半年之後 問一下德哥怎樣 真的不知道 QCOK 那就開心了 大哥 那其實這些 好不好應該 先噴了一股光油 其實它本身已經有一股COATING在上面 其實如果用來噴燒光 應該會很美 是嗎 德哥你知不知道這隻QCOK 因為這個木嘴沒有滑線 是啊 滑線OK 對啊 我承認它不滑 什麼事都沒有 真的什麼事都沒有 好 那看回大袖 現在變成飛機 這個天飄飄 等一下先說完正經紀 白色 Master Great 原本的聲音是這樣的 是啊 OK 這個是Option 2 好亮的 好 其實我看到 大袖的那套 說明書呢 夾 這些夾位是啤色 但我剛才一開始開的時候 我在想 這麼好的一支槍是噴色的 我以為它全部灰色位置都是噴色 對 那支槍是漂亮的 然後在主體上也是有噴色的 但是竟然在大袖裝的下面 下面的部分 但是這些東西是不是 是膠色的 不是 這些應該是菜鋼來的 好 好 我先幫它上一下 那兩邊 正常地都會有一個 粒位 就讓你方便裝一些劍上去 這個有雙頭 那對角 德哥我真的要很小心 對 確實 這個有沒有似這角 小心一點 真的要很小心 沒有收報 其實我看到Metal Rorwin 這幾款 就是Gundam Seed裡面 這幾款 它有一個 它造型上面 在頭上也有一點 比較正經一點 就是那個咀 紅色的那顆咀 特別大 是 就是下巴那顆 下巴位 我又買的 本身我又不會覺得 因為這樣 那個感覺會有點突 看看大家會不會喜歡 那個咀的造型 有些人就覺得 我喜歡小一點的 這樣 但其實在曉呢 你就不能選擇 因為它只有Metal Rorwin 哇 這些是否比較重 又不算的 但是 本身的主體都有一定的金屬 但是全部集中在關節那裡 大家可以記得 合金向的 對不起 未必可以滿足到你 但是你對於我這些 非合金向 而又 就是比較 喜歡造型的來講 就完全不會有任何問題 盾都是膠的 大力出奇跡 是 哪一隻 這隻 你這隻是在家裡拍照 還記得 小心 咦 有些東西 差點東西 好煩焦 你 又卡幫頭嗎 之前是試過有師兄出事的 那個就是我 這隻是不是很容易有手指紋 一會你會拍到,我不搞的,手震 算了,有它 有盾子很難套嗎? 要一點時間,加上在這些地方就有一點腦鑑 算了,拿槍就罷了 盾卡下去有個扣,會不會很容易卡在那邊? 其實就不會的 本身手臂位的洞都對得準,問題不大 而且本身不是ABS,用PON 變成有少許內衝擊性 多錢啊,你就是德國人 充量 都要充的 是啊,Metaloo Bowen 真可憐 你今天不是很順手 我在拆東西的時候,我想給大家看看這個 其實這個金色本身是無形的 拆出來已經是金色,是這樣的 我沒有噴過任何牙齒色的東西 這個金色本身是在板件上噴出的 其實這個選擇,以玩具來說 你不用怕它會氧化 還有也不用怕拍照的時候,拍到自己沒了衣服 有些東西聽聽 水口挺好的 你真的算是這樣的 它做到一個隱藏色的隱藏 我覺得這種瓦金其實是挺討好的 比例上也會是沒有那麼... 看看你自己的品味,你喜歡怎樣 我也有買來砌這些東西 它價錢不貴過 這些也有很多 它比起所謂Titanium Finish 那些要六、七塊水 這些是三百多元 是啊 所以其實它很便宜 你基本上在腹骨,你噴上黑鐵色呢 你就可以了 不過這件東西應該我印象中它是深藍色的 我自己的黑色 那種金其實我反而喜歡這種的Treatment 多於電刀那一隻 那一隻就跨了一點 很跨 而且很害怕 怕它氧化 而且它這隻挺好的 它跟著水貼是刮貼的 所以下去之後 出來的效果不會很有B WEST 來說 這個是 Master Grade 的2.0 白色力 這個真的很漂亮 這個真的可以一戰 你們很多都可以一戰 那已經玩具嚴選了 是啊 好了 那標準的Seed 的射擊Post 都試正的 所以其實可動性來說 正常 也不會有任何 對呀 這個我也想試一下 如果在未調教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撐到 可能不行了 因為真的挺強 因為要調一下螺絲 你真的不要小看它 真的可以嗎 挺厲害的 它這個重量跟剛才比 是相差很遠 這隻是很重下的 應該都 所以你看到它 但又穩陣 OK的 但多一句 大家如果有入手這個台座 我們要記得安全一點 就在旁邊的位置 上回實一點點 螺絲 現在我們是完全沒有任何 調教的情況之下 冒著生命危險去玩 這樣側一個 這個角度 挺好 好像發射 這個角度 這個 這個挺好 這就是正常的 GUNDAM SEAT 射擊 沒錯 好 先安裝大袖 看看 大袖 本身都可以直接放在台座上玩 但基本上 這個台座 我又不打算特別拆出來 直接做這個 變形 我也要變形 用來泡沙 一點點 簡簡單 其實有些東西都挺喜歡 它本身 它在金色上面 它有做到很多紅色的細眉印 即是有時候 可能大家會覺得 本身這個金色反光得那麼厲害 其實某程度上都很膚 即是看下去 它再 它另外再有心機去加上這些二印 其實都挺感上添化 我都挺喜歡 因為都挺多 其實在它本身 看回本身的正面 或者我差分出來 給大家看一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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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甲 而且它的紅色用得都挺搭 即是 配上其他東西 裙甲 這裙甲也有兩顆 兩顆 雙波頭 對 雙波頭 而且其實 Mathu Robot 1 就是 可動 或者是那個 緊實性來講 其實它都相當不錯 它都很實 而且我覺得 它那個合金的平衡很好 你不會說有些頭送腳輕 嗯 因為它本身多一句 它本身就著那些金屬 都是在關節位 在腳腕 那些位都有金屬 變成好事 它的標籤是交足貨的 在肩膀位也有 胸口位也有 裙甲位也有 腳位 腳瓜窗 因為本身金色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看得很清楚 因為它始終都反光 其實它不正常 我用手指指一指 給大家看就算了 其實實物都不算很清楚 不過 你會覺得很有心 它本來 反光反到這樣 已經很足夠 其實細節 但它都會加給你 情報量也不錯 確實 嘩 嘩 大光燈射了 好 剛才 都不斷地再變多一次 太快了 其實變得很容易 機頭 摺上來 原本兩支向前的 咬回向後 接著看這一個位 騰強 騰強 是的 暴力出奇蹟 阿家教的 咦 不是啊 差一點 真的暴力出奇蹟 看一看 搏 那個位 拉出來 接著才 進入 其實我經常都很喜歡 Gundam seat 背包很漂亮 那些飛機背包 這個真的 是 原設大學院的功勞 當然之後再有任何改動 說 叫什麼名字 之後再監修三個字 重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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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整理一下比例 這條線是重田志幫忙教的 聽說是 否則很難有這樣的演出 其實這種背包一開始在威龍 Dragonard 是啊 Dragonard 我買了 Mak 十金那隻 那隻很漂亮 漂亮得不得了 那時候也有看中他的背包 其實他整個樣子都很漂亮 是 包括那個背包 其實去到Gundam seat 他們經常用這個類型的 就是有些飛翼的背包 我是很喜歡的 真的很漂亮 我忘記了 他本身的腰部都可以出神入化 兩組關節 我看他這隻的關節的鬆緊度好像挺適中 是啊 不錯 因為這條Dragonard很緊的那些東西 力哥玩得很快就鬆了 就是很緊的那些 他這種關節的技術是容易鬆的 好 好 像不像聖鬥士的金色 他比較黃一點 黃一點 是啊 比較黃一點 易不易花呢 德哥 玩這些黑硬 其實如果 因為這樣說 你 動的時候 就留意那些關節位 就會穩陣一點 也不算很易花 不過我也真的強烈建議你戴手套 還有記得看說明書 是沒錯 玩玩具真的看說明書 一個支炮拉也可以 是啊 沒錯 稍後拍攝了這個大咒的飛行裝備 可以看到 認識自己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邊是OPPO 這邊是大咒 拍攝了嗎 拍攝了嗎 我拍攝了 所以在marking那裡 都花了很多心思 其實本身其實你見這些件的情報量不多 都幾光滑 但是你加了少許的marking之後 整件事就真的不同了 還有它的解釋解釋 就是它有一個雅刻 一個淺的黑鐵色 一個深的黑鐵色 其實它的解釋很有心思 紅色它也加了兩隻 還有還有銀色呢 白色呢 還有銀色白色 它的黑白是用雅色的 撞下去有些東西用金屬色 有些東西它本身變得到 其實它的顏色很豐富 還有它的顏色 再加上marking 其實它這個產品是 一些東西都細節好 其實P-P-Manda我按不到的 這隻 我也是要在店裡買 我真的頂到它的按鈕 其實現在P-P很難按 對 不過它最近的網 算是好很多 是那天大家按 大家按雲展限定 可能它一次過開太多東西 我都按了五十分鐘之後才能按到 是 好 拍攝本身它最重要的磁鬼炮 73F色改 它的名字其實挺誇張的 你的師兄回覆 其實很多人都在寄望著它那個 High Metal R 是不是 High Metal R 這個系列是 Metal Robo Metal Rob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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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差不多 本身把手柄縮回去 整組拍進去 變回正常的形態 當要用這個磁鬼爆73F色改 的話 用手指拍下這裏 就可以拿著 我經常覺得類似這種柄 應該是側望的 合情你的 對 它向下其實很難 除非它拆出來拿手拿 對 那麼 兼力的東西就不多 到將來出這個 不知火的時候 你就會多付一次錢 又看看它在Marking那裏 改多少東西 又會不會這隻金色 變成這隻這麼漂亮的沙金 就是這樣 各位朋友有沒有問題呢 沒有 差不多 好 又下一隻了 卡卡連 先打掉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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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A也不差 漂亮 不,這不是MIA 是MIA 還是Globot 是MIA 官圖漂亮 是吧 對 因為其實還有人的HCM Pro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對 對 是MIA 怎麼 有沒有人來出來 還有OK 有沒有人來出來 有空中小姐 有沒有人來 沒有人來 有空中小姐 你做空中小姐 你做空中小姐 我走開